首先小弟要感谢我们爱丹的蝙蝠洞奉得正神 邀请小弟出席里面今晚这个盛会 而今天晚上小弟先讲 因为等一下还要有另外一场 要赶过去北海 所以非常感谢我们的黄主席 先让我先跟大家讲几句话 小弟认为说在这个蝙蝠洞 在这几年来的发展 我们可以看到还是保持大家的那个支持 而踊跃出席 去年如果70座 今年有72座 所以他们也是有向小弟要求给一些营助 来让你们办活动 所以今天就公布说 给一个五千块破款 给爱丹给不动不动政策 其实平州政府 自从我们2008年开始执政 我们就有一个制度化破款给神庙 很多神庙不知道我们这项是制度化破款 就是所有的神庙当要重建 或者是要修理 或者是要修理可以获得到五万块令吉 五万块令吉 如果不够的话 可以跟自研讨 可以跟周研讨 可以跟行政研讨 包括也可以跟首席部长申请 但是最起码打底你们可以拿到五万块 这个就是制度化破款的美德 所以我们说我们非常主张制度化破款的系统 因为如果有制度化破款 我们不管是在什么情况 最少最基本的 神庙有这个基本权益 不需要再等五年一次才能够申请到破款 没有 这个是年年有 常常有 看你有重建修理神庙就能够申请 好像学校 学校也是一样 从208年开始 我们就制度化破款给学校 就是常年破款 不需要等到 常常讲说 哎呀 选举来就给 没有 这个是我们每一年照样给 不管有投票 没有投票 常年 能够拿到 破款的金钱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同胞们 好像你看我们每一年 每一次在出席参加宴会的时候 你看有几位的工作人员就拿桶过去 叫大家捐一千钱给华晓 今天是捐给哪一件呢 大东 华晓 是每一年捐 如果没有兵州政府制度化破款 他们是唯一是靠这样的监管 几多钱 一个晚上几多钱可以拿到 但是因为有兵州政府制度化破款 我们一年能够分发出去 大概是超过一千万 超过一千万 而且这几年来 累积起来所给的钱 已经超过八千五百万 还没有算低 如果你有你算低来的话 更多 最近一华华晓 我们捐给他四点三一个的土地 市场的价钱也差不多有四到五千万利金 四千到五千万利金 由州政府捐这块四点三一个的土地 让一华华晓搬过去 所以 建学校还没有算 如果你加上建学校 一千七十万 也是由州政府捐出来的 所以你想想一下 如果没有州政府 你要抽这个五六千万利金 你看每一个晚上 你在这样的宴会去筹 你要办几多厂 才能够筹到这个市户 我看你办的厂 不是算万 有可能是算百万的 所以幸亏是有兵州政府 制度化破款 我们才能够有这样的 这样的可以说资源 让我们建我们的学校 华晓 我们的 扩到我们的华州 也包括我们的神庙 所以在这方面 这个制度化破款的制度 是非常重要 我们的制度化破款的制度 跟这个联邦政府的制度 是什么不同 我们是每一年给 他们不是每一年给 为什么 因为我们在讲的是发展基金 发展基金很重要 时常我当我们提到制度化破款的时候 是发展基金 任何组织 不管你是在商业组织 或者是社会民间团体 或者是学校学院 你必须要有发展基金来 每一年有做多几项计划 如果你没有发展基金的话 你这个组织或者是这个学校 不能够再扩大 不能够再扩大 不能够再成长 停在那边 最终只是死路一条 所以如果我们不要看我们的组织 包括我们的华小 如果华小没有发展基金 只是能够维持 罢了 饱和罢了 这个学校就会面对问题 包括面对危机 因为当你不能够成长 当你不能够成长 当你只是能够停在那边维持 你不能够进步 你只是能够退一步 简直的讲 只是死路一条 所以当联邦政府 不要给你发展基金 不要给你发展基金 它基本上就是叫你自生自灭 所以在这方面 民州政府是非常重视和强调 制度化过款这个系统 必须要关书 必须要实现 不是当当州政府做不了 我们要联邦政府一样进行 我们的学校 我们的神庙 我们的未来才有保障 不然的话 你就会对 好像现在的情况 联邦政府当到 全部破款的时候 不是马上给钱 有时候要等到两年过后才拿到钱 那个是如果你幸运的话 不幸运的话 完全拿不到钱 这种的不是制度要破款 这个是欺骗人的破款 我们不要这种欺骗人的破款 我们要制度要破款 就是什么 第一 第一 要长年破款 要每一年给 第二 要马上给 要讲到 做到 钱 要马上到 我只是能够回答一句 我是人钱 明显的首席部长 我做明显的首席部长 我不要讲官僚的话 我要讲人民的话 如果得罪你 对不起 最重要 我能够得罪老百姓 还是这样有沙拉 要在渡华都 我不要讲 一向来的观点就像 我们为了人民能够过更好的日子 我们为了兵州能够更好 我们准备 站着此 好过跪着火 你要来就来 宝贝给来 我能够得罪老百姓 就不掉 所以有这样的 跟兵城一样有这样的勇气 这样的顾气 我们才可以看到兵城现在的改变 兵州有很大的改变 制造业 投资增加 比往年前潮增加90% 旅游业也增加 你看我们的飞机长 哇 要爆啊 我说如果你不要再扩大 这个不是国际飞机场 这个是国际的巴萨马拉 所以现在他也认同 没有办法要把它扩大 所以同胞们 小弟希望 大家能够继续支持我们要做这种 制度的改变 我们全部要走制度 我们不要有人质 我们要有法治 好像刚才 好 回头来讲 制度要过缓 这个是对人民主要 但是在七大领域 我们要制度的改变 在面对我们的交通阻塞 在面对我们的清界 生活水平 全部要有交通 要有制度的改变 记得 冰城 你能够确保有 以民为本的政府 但是冰州也是属于马来西亚的一部分 你在冰州改变不够 也要在中央政府改变 不然的话 你不能够有前面的改革 当然我也不知道 大选过后 小弟还不会 还不会再以冰州首长的身份 跟大家见面 这个是有理决定 我们准备面对人民的判断 在十年来 在这十年来 冰州 冰城 有没有改变得更好 虽然我们不敢讲说 我们做到十千十美 但是由大家做决定 有眼睛我总有信心 人民是有眼睛看得到 有耳朵听得到 有良心感觉得到 让大家要有良知的冰州子民 来决定吧 好不好 好不好 所以最后 祝大家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 谢谢各位 感谢您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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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您